在当局的反制措施,其实是反制图片来源,东森新闻与环球网综合报道,中国民航局日前开出,新25大线,要求各外国航空在期限内将网页内标示的台湾,改为中国台湾,目前44架外籍航空建议全数更改,台媒6日, 报道着,台当局交通部门近日严厉将反制把台湾改名,中国台湾的航空公司,考虑亦不许停轰桥,调整时间带等做法予以惩罚,不过,岛内有航空业人士,对这一系列措施不以为然,这根本是整到自己人,不少网友也怒哄,结果最后还是变相惩罚担心民众,这叫反制,是反制罢, 据台湾联合报8月6日报道,台交通部门以言以反制措施,本周将与外事部门,国安会共同讨论,其中,考虑针对将台湾改名并冠上中国的航空公司, 寄出不许停工桥,调整时间带等做法予以惩罚,报道还逞,对于受到施压,但技术性未将台湾挂名中国的航空公司,则考虑给予降落费,设施使用费减免,目前台民航局已将出不严议替制交通部门,但详细规划仍在保密阶段,待方案成熟,才会对外说明。 不过,对于台当局寄出的这一波反制措施,台湾的航空业者则迫不以为然,台湾东三新闻云,六日远引导内航空业人士表示,空桥费少收,是影响台湾民航作业基金收入,而且时间带也是国际约定和商业协商而来,这样的做法只会造成恶性循环,根本整到自己人。 岛内某航空业者表示,所有的航班都是双方机场,经由国际协议流程所沟通的结果,机场因寄出证明的奖励措施已作为诱因。 但如果是拿航班时间,把对外级航空施压,那对方是不是也可以同样采取,不给台级航空,好航班时间,空桥和后机式的相应措施? 台业者进一步批评,这不是光看一个航班时间而已,而是外市层级的双边往来。 如果真的到这一步,到底对谁有利?我们的旅客在台湾搭外级航空没有空桥等设备,搭台级航空出境到海外没有空桥等设备,这是政府乐见的吗? 台湾在江大学兰阳校园全球发展学院院长包正好点在脸书Facebook上表示,在当局的这个论述缺少一个影响因素,就是达成外级航空公司的绝对人数和票价相成的负荷变数。 简单来说,就是营收,若外级航空公司在台湾的营收大于在大陆,那反之作为可能会有用。 不过如果真的在台湾营收比较高,他就很好奇外级航空公司,则会冒得最台湾的风险。 包正好说,想出这个决策的人应该告诉大家,各家外级航空在台湾和大陆的营收是多少, 各家外级航空未来在两岸市场的发展规模,还有中长期来看,台当局的所谓反制措施,能否让外级航空痛到无法承受,而一定要去大陆就台湾市场。 他又表示,或许没有精确数据,但每年日韩,东南亚以及欧美等观光大区,到处是陆克,每个人就是一张机票,比绝对数字。 台湾2300万,大陆是14亿,即使假设大陆只有10%的人,有能力出境旅游,那也是1.4亿,算15%好了,那是7000万。 套句蔡英文新出炉的名言,你是数学不好吗?真的不是很懂民进党的官员脑袋,里面是在装什么? 不少台湾网友也炮轰蔡当局的这一决策,结果最后还是变相惩罚担心民众,这叫反制,是反制吧? 台湾玩不起外籍的航空公司了,全面被停飞的日子不远了。 And也则证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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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